中文字幕 李宗盛 找个阴凉的地方 先来煮个早餐吃一下 然后把昨天的视频弄一下 因为这里有网络 出城了以后不一定有网络 边上拖挂车厢 里面是改造过的 以前应该是住人的 现在废弃在公路边 旁边是一棵大树可以遮阳 往这一坐还真有吉普赛难民的感觉 吉普赛人大风车 搞得我都不想走了 这个树底下好舒服 早餐煮两包泡面 幸好我还有一个气管 这后面到了阿拉木图以后能不能买得到 应该买得到吧 可能就是不太好找 在野外呢气炉还是方便 它不管什么环境里面中能用 这泡面呢也是中国产的哈 辣白菜拉面 这看起来看起来还挺辣 再来点这个 泡菜啊 两包泡面这个量正好 这个地方碎玻璃渣太多了 轮胎又没气了 还得把它给补一下 这次我带了一条备用外胎 三条备用内胎 然后补胎贴补胎胶都带了很多 应该没什么问题 破口太小了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实在没办法了 倒了点水在这个高压锅里面 然后把轮胎泡进去 看到没有 就这里 现在终于没那么热了 我就继续出发了 别看每天起得早 但是实际上一天能骑行的时间真不长 从上午的十一点到下午的三四点钟 这个时段太热了 他们本地人都是避免户外活动的 无尽的原野 滚烫的公路 灼热的风 真的好热好热啊 这个天气要是能找条小河 洗个澡呢就舒服了 哈萨克斯坦的公路 整体路况比国内还是差 很多的 凹凸不平的地方特别多 但是他们公路边那种 饮料瓶啊 还有自热食品 包装袋啊 很少很少 公路两边都很干净 但是 碎酒瓶特别多 因为这边的司机都爱喝酒嘛 一边开车一边蹲蹲蹲蹲蹲 完了就直接往公路边一丢 所以马路的边缘全是玻璃渣的 就特别担心渣太阳 哈萨克斯坦有面积非常大的平原草原 但是呢也还是有山的 它的东南方向是天山山脉 东北方向的是阿尔泰山 然后它也是一个地跨两周的国家 它的最西边的是离海 跨过乌拉尔山乌拉尔河 就进入欧洲了 哇哦 这段公路有点刺激 和高原塔吉克一样 哈萨克人也是一个崇拜雄鹰的民族 感觉好自由啊 天地之间空无一人 除了我自己 蝉在土层里面集中破土 很多很多 这里非常的荒凉 只有那条深深的河谷当中 有一些牧民 趁着太阳还没落山呢 现在往前赶吧 这片荒原上是有狼的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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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酒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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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喝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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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裡? 放在包上,你會喝酒嗎? 放在包上 放在包上 放在包上,你會喝酒 放在包上,你會喝酒嗎? 我不會喝酒 你去哪裡? 我們在工作,你會喝酒 我們在工作中,你會喝水 我們在工作中,你會喝水 好,好 你會說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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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文,你會說在中文 你會說在中文 你會說在中文 請轉到我們哈薩客人 好的 你好,你好,我來自中國 我喜歡哈薩克斯坦 謝謝,祝福您和您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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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舒服啊 我蹲在路邊休息 然後有個大叔開油罐車過來 他給了我一瓶冰的水 太陽落山了 這晚霞好漂亮 我現在繼續往前走 差不多該找營地了 天黑了 現在只能往前趕路了 這一段幾十公里都沒什麼燃 林心的有些牧民 不過哈薩克和國內不一樣 他們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土地私有制了 不能隨便在牧場上露營 看了一下衛星地圖 前方二十公里左右 有一個路口 那裡似乎可以錄影 哈薩克斯坦呢 他們公路上大貨車 大卡車很少很少的 所以騎行起來還比較安全 要是卡車多的話是真不敢騎 這是新的水 啊? 在市場嗎? 不,不,是中國 是中國 是中國 這是新的水 水 你從哪裡來? 您從哪兒來? 中國 啊,中國? 對,中國 我們在那裡 我們在那裡有中國人的對象 你和他們一起工作 哦,我知道,我知道 大哥說這裡有一個工地 有工人 啊,在那裡 哪兒呢? 你從哪裡來睡覺? 明晚上睡在哪兒? 我想找地方露營 哪裡去哪裡? 哪裡去哪裡? 你要去哪兒? 你要去哪兒? 那你做到这里 我们建议和中国人 把水拿起来 把水拿起来 我们给中国人建水 从那里把水带到他们的工厂 哦哦 我明白 好的 明天也会有人从中国来这里 哦好的 谢谢 OK 有水吗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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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中国人不用手吃饭 我们中国人不用手吃饭 用筷子 哦 这只是表演 今天经历了相当神奇的一天 这乌其妈黑的 我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了 我都开始很着急了 然后突然那个黑暗当中 出现了两个人 这边有个工地啊 那边有一个那个 中国公司不知道在这干嘛 然后这是他们他们的一片场地啊 他们住在旁边那里 然后这边是一些哈萨克斯坦工人住的地方 然后他们就把我带到工地上来录营了 本来他们叫我去那个铁皮房里面住的 但是因为呃 比较闷满没有空调 然后我就选择在外面录影 他们给我送了凉的饮料 干净的水 然后还问我要不要充电 不过我现在电量呢是足够的 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 骑自行车到这里来旅行的外轨 所以特别感兴趣哈 在这围着聊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 找的我一慌米饭都煮糊了 我现在还没吃饭 我是把锅洗了一下 再煮一点 最搞笑的就是有一个大叔 那个胖胖的大叔 他不知道为什么老喜欢刷一些那个快手上的那种 吃播 特别夸张的吃播啊 不过他是从那个tiktok上面 抖音海外版上面刷的 就特别夸张 就是一个人吃那种特别烫的鱼 就看起来直冒热气的 还有就是吃动物的头猪头什么的 还有就是吃的特别特别快 就特别夸张 然后这个大叔他就懵了 你知道吧 他就无法理解 他就问我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这么吃 搞得我都没办法解释了 我只能告诉他 我们中国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说实在很多东西确实太过于浮夸了 有的时候很容易误导别人哈 别人还以为我们中国人吃饭就是直接拿手捏 然后就那种特别夸张的 因为买菜不方便 我今天就炒不了菜 简单吃点吧 煮了米饭 一包泡面 这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麻辣萝卜干 我笑死了 刚才那个胖大叔 他就一直不走 他想看我吃饭 就想看看我们中国人吃饭 是不是真的跟他刷的那些短视频里面一样的 大家太夸张了 先来一口泡面吧 先来一口泡面吧 昨天我喝了一整瓶的纯牛奶 然后就 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乳糖不耐 我就不能喝纯牛奶 好好的一桶泡菜 被这只飞蛾给毁了 哎呀 你找死为什么飞到我的泡菜里面去 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可以休息了 之前在路上 一条河里面接了点水 把脚洗一下 脚上好多灰尘 天气太热了 只能穿拖鞋 不穿拖鞋 脚受不了 把内障拉好了 因为工人们告诉我 这附近有蛇有蝎子 蝎子这个东西还是挺可怕的 有毒的 还是有点咳嗽 喉咙 喉咙痛 希望明天能好点吧 得早点睡觉 然后明天得早起 今天在工地上蹭早饭 这是火腿片 面包 鸡蛋 黄油 这是糖 这是盐 然后这是某种茶吧 然后这是某种茶吧 对 对 哎呦 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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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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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心 大心 好 哈萨克斯坦很安静 什么都不要害怕 是的 哈萨克很安全 善良 热情 这个哈萨克阿姨特别好 大早叫我来吃饭 吃饭 坐你去你的路上 谢谢你 来这 来你去你的路上 跑去你的路上 拿你来吧 拿 sì 拿的拿来 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有差 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 拿来拿来拿来 谢谢 这是您的意思 谢谢 这是拉哈密 在加拿大语 拉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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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边沟地边上站在一起 现在才早上6点钟开始挂大 现在把东西收下 准备走了